首先我们请荣伟先生 他是纽约思想者俱乐部的创办人 当代中国评论国际集团的主编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请我来讲出去 但是我其实是来给大家分享 我主编的杂志的两位作者的两篇文章 他这两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一位就是国内的一位选者 他用的是笔名 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台海战争是习一个人的战争 另外一篇文章是在美国的一位独立选者于平 他写的这篇题目叫 冰军战危之下的台湾大选 那我介绍这两篇文章内容之前 我先对今天早上 今天下午黎教授他的发言 我特别印象很震撼 是什么呢 就是他提到 我们台湾的民主 这个程度在世界上排名第十 而且在好几个杂志上排名第一 我感到非常震撼 而且也非常的 对台湾民众这几年来推进民主进程 实现宪政民主 他们做出的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 非常感谢 这个也回应了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说什么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人呢 他是没有这个民主素质 不能够实现民主制度 这个有种种理由 其中呢 有一个有一位 还是资深媒体人 陈平 我不知道他人叫阳光卫士的陈平 在今年呢 这个习近平 这个违宪 你可以说是违宪 他获得联络以后 他在网络上 他搞了一个视频 视频他都说了 说来说去的意思 中国它是几千年 就是一个地质文化 所以呢 他认为呢 就是中国到现在位置呢 还需要一个这个帝王者 帝王者这样一个人物出来 掌控中国才能够稳定 所以呢 这个说法 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是在为习近平在洗地 或者在背书 这个台湾这个民主制度 能够达到这么高水平 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一支骄傲 我曾经啊 这个在几次这个视频上 看到蔡英文 蔡英文总统的强化 特别是他在竞选的时候 有几次竞选发言 我当时就是感慨 我像蔡英文这样的水平 在美国也可以来竞选中 我是这么想 他的发言的水平非常好 而且他这个政治正确 他的政治正确观 已经超越了美国很多这个 我这个政治人物的水平 我是这么看的 而且呢 我刚才 好像 这个黄次平女士提到 这个台湾女性的女性意识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女性意识 是真正达到了 这个世界级水平 这是我的 我是这么看的 当然我不能说是 我贬低后大陆来的这个女性 因为我这个搞 以前是搞文学艺术的 跟台湾的一些女性作家 他们都有接触 他们的这个女性意识 确实超越我们 普遍超越我们大陆 这个女性意识水平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呢 我这个杂志 我拿来的这个杂志 当代中部评论 是这个 我们这个在纽约注册的一个叫 博登书 我们上班 这也是回应刚才 前面那个魏彼州先生 他提到这个乡航啊 这个周伦发最近提到这个说法 就是乡航已经没有言论自由了 就是严格说的 就是乡航已经淪陷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纽约创办这个博登书 也是我主编这个杂志的一个原因 希望我们在纽约能够打起这个平台 真正为这个华人 创造一个以真正言论自由的这个平台 那么这个杂志 这一期呢 是今年的夏季刊 我们选择了选择了两篇文章呢 其中这个刚才我提到 他提到这个台海就是习一个人的战争 他提供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习近平已经是在中国大陆成为定义一尊 只有他就是掌握了这个台海战争的暗游 所有的什么中央军委啊 什么中国什么这个中央政府啊 什么等等 这个对他来说都是 已经是没有办法能够控制的 最近可以说我们发生的一些的事情 你看什么火箭军啊 包括国防部长一国端啊等等 所以现在要是发动台海的战争 那就是习一个人的意志 那么现在为什么说台海 他说台海战争 而且在他看来 在他看来就说呢 是习近平 就是唯一他要实现他所谓的什么 中国梦的最后一早 或者最后一步期 因为什么呢 他上来以后 所有的所有的政绩都很为烂尾功臣 目前唯一能够实现他所谓的丰功伟绩 就是要发动这场战争 而且在他的分析呢 未来三年到五年这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情 而且呢 台湾 台湾这个统一台湾啊 这个在中国大陆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有着广泛的民意 那么这个民意呢 当然是打引号的 那么他发动这个战争呢 他认为他是有广泛民意基础的 而且在他看来 这个 发动这场战争呢 最大的得意者 就是他自己嘛 他能够获得独裁 那么现在最近啊 最近刚才高光举院提到 我们最近发生了 这个昨天发生的事情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了以来 这个信号啊 有种种信号迹象表现 他这个就是习动物的可能性 可能会越来越大 有一个网上 我注意到网上有一个叫 前媒体人叫赵兰健 他这个前不久 他透露一个信息 说是习近平会出怪兆 因为这个赵兰健呢 他在9月初的时候 他曾经有爆料 说是国防部长李树夫呢 已经被拿下 后来这个是 这个是据说他是最早爆料的 他有线人 那么这一次爆料呢 他爆料以后呢 马上这个有一个反应 就是美国的这个安全顾问 叫沙利文 沙利文在公开发言的时候呢 他就说呢 这个希望中共 不要直接攻击美国本土 或者美国的军事基地 这个他当时是公开场合 这么说的 然后我不知道就是 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个我们的手机突然 突然想了 这是National Alert 美国第一次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第一次发布这个全国的这个手机进行 当然以前没有手机了 就是National的这一个进口 所以这个事情呢 很多人给我反应 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 我通过一些渠道 跟国内的人说 我说这件事不是 他们和习近平要打仗 那么现在有两种 两种信息 就是所以我们现在 海外有时候 跟国内的有时候 我称为星级不对称 有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信息呢 说是习近平 打台湾的话 两天可以拿下 这是一种根根有词的这种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呢 就是习近平根本没有能力 所以根本就没有战争能力 所以这个情况呢 就值得我们就是要观察 要警惕 这是我得到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 这个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我介绍的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呢 就是于平说的这些 在冰勋战危之下的台湾大学 我介绍他 我觉得他分析的非常多 他特别提到这个侯友谊 国民党侯友谊 这个 虽然他这个 刚才我们大家也分析到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个名义啊 名条比较低啊 而且他提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中美 台湾大学历代中共的因素 是我们要值得观察的 以前我们都知道 李登辉的是搞了一个导弹 就把李登辉弄上去了 然后呢 这个上一次 韩国瑜也是这样的 对吧 韩国瑜 这个弄巧成错 他被选下去了 这一次呢 很奇怪 我注意到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 推特上就是 突然在近一两年来 近一两年来 就是 可以说是从今年以来 冒出了一个叫 习公主 他们叫习近平女儿的一个推特号 叫习 就是 可以这么个人啊 我后来在下面更贴了一遍 我就说呢 你这个国民党 不是 你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人民可以自由选举 选举自己领导的人 对吧 我们中国大陆人民怎么不可以呢 他马上就被拉黑了 那么就从这里看来呢 就是 中共啊 他不看好 不看好这个台湾 有空有余 那肯定是 他是不是要找另外代理人 我看也没有了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将来有可能就是 赖清德和柯文哲之间 所以这个是 我的观察 那么这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 分析也是 说柯文哲 有可能成为 一只黑马 就出现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实际上 我们未来的中美台关系 有可能 就是因为柯文哲出现 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 那么今天就这样 就讲到这儿 谢谢